功夫成平是一心不乱的第一个阶段 如果我们把一心不乱分成三平 上平的是一心不乱 中平的是四心不乱 下平的就是功夫成平 那么什么叫功夫成平 齐心动念都是阿弥陀佛 除阿弥陀佛之外绝对不会起意不乱念 这叫功夫成平 那我们的时候不要说是不念佛的时候胡思乱下 一念念佛是一念就胡思乱下了 你这很能得一心不乱吗 还能得功夫成平吗 那这就是古人所说的 口念弥陀心散乱 寒破喉咙也恍然 天天想往生 那是你的大妄想 你真的往生吗 不具备往生的条件 这个条件里头最重要的就是这两句 你们看到上辈有 中辈也有 下辈也有 都有 发菩提心一项和你 你是一个方向 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方向太多了 明文立阳五语六成都是我们的方向 你如何能把其他的方向通通写掉 专门走念佛 这个方向 你才能走得通吗 你要是专注在这个方向 那其他方向一定要放下 一定要写 要放下了